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2月3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呀 就现在中国对美国强硬了关于这个台湾问题 就在这个秦刚 上个礼拜 接受采访的时候 发出来说美国如果你再支持 台湾搞台独的话呢 中美会卷入战争 在这之后呢美国就害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美国之音又在炒作什么 就在炒作说 中国现在习近平呢 有了武统台湾的这个决心 但是呢武统 并不是中国的民意 说现在呢中国政府 在网络上放开支持武统的这个民意 在打压反对武统的民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 他们是如何现在又在制造这种 舆论宣传的 那美国之音呢 他们今天的一个 文章的题目就是 中国攻打台湾的民意之谜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 美国之音说 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 武力攻打台湾的威胁 和中国大陆军机大批 寝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事件越来越频繁 台湾海峡局势越来越紧张 中国驻美国大使 日前甚至公开生眼 中美两国有可能就台湾前途问题 发生军事冲突 与此同时 武力攻台的 在中国大陆 究竟有多少民意支持 民意对中共 是否决定在台湾海峡打仗 究竟有多少影响 也成为外界观察台海形势 和中国大陆形势的一个窗口 第一个标题 他说 当今中国是否有力主 武力攻台的强大民意 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台湾威胁的频率 和强度的提升 美国和日本的盟国也针对台湾海峡 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以及中共当局可能攻打台湾的前景 提升了戒备和协调 美国更是公开提升了对台湾多方面的支持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 上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 假如台湾当局 由美国壮胆 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 就很有可能 把中美这两个大国 卷入军事冲突 在另外一方面 中共当局 持续宣传说 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2022年的新年祝词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再度的亲自进行了这样的宣传 他说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海峡两岸同胞的 共同心愿 真诚期盼 全体中华儿女 携手向前 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 在当局 持续提升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同时 中共舆论管制部门 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 主张武力攻打台湾 即使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 也要收复台湾 流土不留人的言论 甚嚣沉上 畅通无阻 但是 反对对台动武的声音 则不被容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如果说在网上 你发表那种 主张武统 武统武统武统 这样的留言呢 是 畅行 无阻的 不会被 虑掉 不会被和谐掉 但是呢 如果你 主张 不能武统啊 反对武统啊 这样的声音呢 就会被删帖 有这样的事吗 啊 大家有看到这样的事吗 你看看美国之音 多能造谣啊 张眼说瞎话呀 现在就开始造这种谣了 在造这种舆论了 他们的目的呢就是 想说 如果有 武统的名义的话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那些反对武统的声音被他们压制下去了 有这样的事吗 对不对 反对武统的是谁啊 中国老百姓 为什么 管那个国台办叫柜台办 就是他们 不主张武统啊 是不是 老百姓不容他们 老百姓不同意他们 老百姓在抨击他们 国台办成了柜台办了 不武统 老百姓对 政府不武统 非常的不满 而且着急 其中就包括我一个 那些不着急的 也不是说不主张武统 只不过呢 就觉得说现在可能还不是10号 政府呢 政府呢有政府的打算 有他们的高真援助 有他们的谋略 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 那些反对的人是这么一个想法 并不是说不要武统不要武统 对不对 全国人民 全国人民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早武统还是 网武统的事 好美国之音呢接着说 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 武力攻台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 导致西方一些研究中国武力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 在中共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 许多中国人可能真的是 迫切希望中共当局早日拿下台湾实现中国统一 中共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 则很可能感觉到骑虎难下 不得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台海战事很可能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爆发 中国不会的 他们是有数的 我是比较相信他们是有数的 他们做事情尤其是祖国统一的这件事情呢 一定不会心血来潮 一定不会因为谁说什么 现在呢我们就看出来中国政府变得强硬了 我们感觉到了这种武统的脚步在走来 现在美国呢也感觉到这个 所以现在在进行这种舆论攻势 美国之音第二个标题说 表面的民意和实际的民意 你看 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有强大的这样的民意 他们就是想说 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这样的民意 但是这个民意实实在在存在的 然后怎么把这个民意给他说没了呢 一方面就是说呢这是中国政府的误导 另外一方面的就想说了 实际的民意和表面的民意不是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说在中国奴隶新年虎年到来之际 中国大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只民意之火 让中共当局不得不畏惧 因而不得不有所行动吗 有没有这样的一只民意 像老虎一样 一个强大的威力的存在 美国之音说 身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政治科学学者 因为安全原因 以不要透露姓名为条件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对这种所谓的民意之火 是否存在表示怀疑 中国人呢已经都看出来了 美国的媒体呢一贯的爱说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说 等等等等 据专家说 据学者说 据官员说 都是据说 然后呢美国之音说 他说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 尤其是民族复兴的叙事 把统一台湾说成是复兴伟业中必要的一环 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会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说手段到底是军事的 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话 具体有多少人支持 我持怀疑态度 我觉得网上的声音跟实际真实的民意 恐怕有很大的差距 主张武力攻台的真实民意 不一定有那么高 我认为 中国呢现在认清了没有合同的可能性的 我相信呢 就是除了那些公知以外 恐怕呢 不说百分之百吧 起码也百分之九十几认为 合同已经是没有可能了 就是武统 是唯一的选择 只是呢是早还是晚的事 是发展给统一让路呢 还是统一给发展让路 然后美国这些说 这位政治科学学者 接着讲了一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段 说呢有记者问一个老农 你给国家捐一百亩地你捐不捐老农说捐 记者再问说你给国家捐一百万块钱你捐不捐老农说捐 记者又问说你给国家捐一头牛你捐不捐老农说不捐 记者问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真有一头牛啊 这呢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但是呢这位学者就说了 这位学者说这个段子说明网上的表态都是跟风的政治正确 大家都很容易随大六 这不是随大六的事 这就是一个笑话 这老农说呢你让我捐一百亩地我也没有啊 你让我捐一百万我也没有啊 你让我捐一头牛如果我不捐的话 对吧别人该不干了那一头牛就给你拉走 是不是他就是一个笑话嘛 他就说是随大六的政治正确 就是说让你捐款你不捐的话就不行 所以这老农就必须得说行 不是那回事这个所谓的学者呢脑子有一定的问题 美国之音呢就经常采访这样的一些人 拿着这样的一些人说的话呢就当成是中国的民意 就好像是他们就拿着有一些那个新疆人 然后呢就到美国去让他们去所谓的作证 那些人他能说好话吗 第一他在国内他有事对不对 他肯定不会说 中国的好话 第二呢他可能要在美国拿那个政治庇护的身份呀 所以呢 他就算是在中国是好的 没有什么负面的印象 他也得说是负面的 我本人就是做移民呢我太了解这个了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 有的人呢就问说哎呦我要做移民 我说那你是企业家吗 你能够投资移民吗 说不是 那你能做技术移民吗 你是高级技术人员吗 也不是 我说那你有亲戚吗 也没有 然后他说我听说可以做难民的 我说难民呢 难民就是被迫害的呀 我说那你受的什么迫害呀 他说那你说我受个啥迫害好呢 那就是个笑话啊 这是真真实实的 真实的笑话 说我受个什么迫害好啊 我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你受个什么迫害好啊 说瞎话啊 陷害中国政府啊 你明白吗 好这位所谓的学者呢他接着说 但要是让你货真价实真刀真枪的上战场的话 真的是需要个人付出和受损的时候 我不认为大家的积极性还会那么高 所以网络民意和真实的民意是不能画等号的 何况在中国大家对这种问题都是不会说真实的看法 因为假如你说不支持的话 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 你就会被网报或被封杀 所以网络上的声音不一定是真的 什么呀 什么呀 政府现在呢表现出来的是 武统不积极 国台办呢还对台湾继续输送利益 怎么没有说不同的声音呢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 就不支持国台办的这种做法呀 甚至说国台办是贵台办呢 对不对 这个声音不是有的是吗 这是支持吗 这是不支持啊 谁给这些人扣上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的帽子吗 谁被封杀了 没有人被封杀呀 这个所谓的学者就胡说八道 太胡说八道了 你这样胡说八道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这个视频今天出完了以后 你多少网友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到美国之音上胡说八道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学者 你虽然说你不露真名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学者 如果是每个人都拖一口拖门都咒你一下的话 你这个报应很快会来呀 小心点不要说媚人良心的话 完全是不真实的嘛 不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的是啊 对不对那些说柜台办的是咋回事啊 接下来一个标题呢 说是中国的民意与西方国家的民意不同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民意和西方的国家的民意有什么不同 说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 对中国保持着持续关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宋永毅表示 实行独裁专制70多年的中共政权 历来都是煽动民意可以很快 但扑灭民意很快 中共当局虽然在竭力的恐吓台湾 但是中共最高当局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 还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本钱和能力 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不说话的话呢 有可能他们认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或者说呢 他们会比较害怕他的后果 反正是考虑各种的因素吧 顾虑各种的因素 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如果下了决心的话 还真是没跑 现在呢我们通过测试测出来 我想呢作为我来说我支持武统还是不支持武统 我主张现在就武统还是以后再说 对吧 我也是考虑的能不能打过 关键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美国是不是武力参与 我们就通过各种的表现我们就看 美国呢很有可能他不参与 包括这一次秦刚强硬之后美国的这表现 现在就通过这种舆论了 说你中国政府如果说采取武统的话 没有民意基础 像煽动这个 就说明他们就怕了 说明他们怕了 不是说美国如果说武力参与的话呢 他们不会赢 不是说美国没有这个武力这个能力 他有 他有 他联合别人呢 他也有 但是呢 他也不是说一定会赢 抗美援朝就是一个例子吗 当初中国的军队和美国差别多大呀 还不是赢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中国的武力说实在的和美国差不多 你美国凭什么赢 再不是呢我们现在看出来十有八九美国啊 他不会出兵去保护台湾的他不会出兵 从阿富汗的那个看 从这次乌克兰的这事看 然后呢再从秦刚 发表了讲话以后美国的反应来看 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 中国如果是顾虑这个的话呢 现在不需要顾虑 赶紧巫统 如果有别的考虑那另当别论 对吧 不过的作为我们来说呢 也就是发表一下我们的看法 能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吗 不会不会 怎么会呢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接下来呢 就是攻击说中国是独裁 中国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 这都自相矛盾啊 一个专制的独裁的 他是不怕民意的 你民意你爱说啥说啥 对吧 他这个矛盾就在于呢 他一方面说中国的这个民意会 绑架中国政府 说中国政府呢会害怕这个民意之虎 而进行这个武统 另一方面又说呢 说中国是专制的不怕民意 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美国就是比较顾虑这个民意 是吗 是这样吗 是吗 美国的政府哪一点 是为民众的 哪一点是为民众的 今天我还看到美国的军队里面 军队里面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呢 现在都要统统的让你们退役 强制退役 非自愿退役 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当兵这些年呢 就是美国你退伍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吧 如果是现在强制你退役的话 你那些福利就没了 还有呢美国就是说 啊不准和中国做生意 这是民主自由吗 那些企业连和谁做生意的自由都没有 这是民主吗 是不是 这不是自相劳动吗 中国政府 不用去顾虑美国说什么 美国之音就更不需要去顾虑了 爱说什么说什么 那都是屁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